電影角色戈吉拉在日本人心中有了崇高的地位 雖然有著兇惡的外表 但他經常作為幫助人類的角色 時間已久變成為正義的化身 可說是60年代反戰情緒下誕生的文化產物 把戈吉拉當作形容詞就是在說一個人跟怪獸一樣威猛 而正巧,球界正好有一個人 他的應援曲、綽號、甚至是場上的表現也都對得起這個名號 他...就是鬆緊休息 在大聯盟的第一場比賽 鬆緊休息在課場面對賽洋投手Roy Holiday 就將他的外角球打成反方向的安打 生涯第一場比賽就打出了手安、手打點 連同手傷比賽在內 開季前七場比賽都有安打演出 並且還在主場出燈板用滿罐砲寫下自己的手轟 格吉拉的名號馬上就席捲了陽機球場 然而紐約的球迷是殘酷的 他們能為你的好表現喝彩 但你表現不佳 自然也會毫不留情的虛報你 鬆緊在度過前幾場的蜜月期之後表現開始掙扎 原因是他不會打二封線直球 因為日本會投這種球的投手非常稀少 每次面對都打成滾地球突局 而他的低潮也讓現實的紐約客對他大開氣水 甚至拿他的綽號 哥吉拉大作文章 把他改成Groundzilla 有沒有跟台灣某位四個男的綽號很像呢? 後來總教練Jotori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就叫鬆緊在打擊時往前站兩吋 在球開始下層前就急出去 才解決不會打二封線的問題 最後他整計下來交出了兩層八七 三層五三、四層三五、WRC加109的表現 而且在該年的世界大賽第二戰擊出拳雷打 同時也是日本人在世界大賽的第一轟 可惜陽姬那年被有著Miguel Cabrera 跟Josh Baggy的馬鈴瑜給打敗 讓鬆緊無緣在第一年就帶上冠軍界 而在季後個人獎項票選中 鬆緊在星人王的票選 僅僅以四分差輸給皇家隊的游擊手Ango Barroa 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有兩名記者沒有投票給他 理由是鬆緊不是沒打過職棒的菜鳥選手 但野貌英雄、林木一郎、佐佐木主號 這些也曾經在日本刺刹的選手 他們最終也拿到大聯盟的新人王 這番言論也讓很多人無法苟通 連老闆George Stan Brenner也跳出來教區 而鬆緊只是淡淡地說 我對於新秀來說可能太老了 但我還是要感謝作家協會把我納入考慮 被列為候選就是一種榮幸 他的氣度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2004年 鬆緊打出了在大聯盟的生涯年 整技小出2x98、3x90、5x22 31轟 WRC加140 其中長打率、全雷打、WRC加都是單季最高 讓他連兩年入選明星賽 2005年也保持穩定的輸出 如此表現 讓楊姬在那年冬天 以4年5200萬美金的代價續約 並且給他不可交易條款 也讓他成為收入最高的日本棒球員 2006年5月11號 鬆緊在對紅襪的比賽 為了鋪接一顆飛球而造成左手腕骨折 這一傷 讓他缺席整整4個月才回到場上 也中斷了他在大聯盟連續518場出賽的紀錄 一定的成績才有資格 難度可說是不低 緊接著在8月5號敲出了 旅美第100號全雷打 更是亞洲第一人 雖然他在2008年開打前宣布結婚 某種程度上也有衝喜的意味 是可惜 並未給他帶來好運 左西的上市迫使他在6月掛3號 原本球團建議是開刀一勞永逸 但鬆緊選擇用復健來治療 結果效果不佳 最後仍在9月提前關機 再加上陽姬當年戰機不佳 也是他在陽姬的歲月 唯一沒打進肌肉賽的一年 2009年 來到4年合約的最後一年 為了能繼續上場守備 他靠著太太親手設計的菜單跟自我鍛鍊 成功減重並降低對膝蓋的負荷 狀況明顯提升不少 整季打出了2層74 3層67 5層09 28轟 WRC加127的成績 並打破當貝勒的紀錄 成為對死單季最多轟的指定打擊 這年季右賽 陽姬一路過關斬將 終於在睽違6年後再度進入世界大賽 等在他們前面的 正式尋求衛冕的費城人 兩隊陣中最有話題的人物 完全是轉戰友愛之邦的神之右手Pedro Martínez 當記者在第二戰賽前訪問準備先發的Pedro 他不禁脫口而出 這集是陽姬球槍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 這句話馬上被大肆報導 也成為機迷的炮轟對象 哇靠你是不是把Baby Ruth Joe DiMaggio這些成手當成塑膠了 果不其然在當天先發 滿場球迷用2004年的經典台詞 whose your daddy 來問候他 這場比賽前半段形成投手戰 5局打完雙方1比1平手 但松井這時化身割吉拉 在6局下半兩出局時 將一顆沒有事後的曲球撈起來形成全雷打 也打下了比賽的至勝分 之後三場比賽 陽姬在客場取得兩勝一負 把費城人逼到牆角 回到紐約的第六戰 費城人再度請出Pedro 但他狀況明顯不佳 在2局下半一雷遊人時再度與松井對決 雙方纏鬥了7球之後 松井沒有再給Pedro機會 直接把球送出牆外 3局下半滿壘 再度用安打重創對手 接著5局下半 再集出2分打點的2壘安打拉開差距 讓Pedro用不太精彩的表現畫下生涯句點 這場比賽就靠松井一個人打爆對手 幫助球隊奪下21世紀的第一座冠軍 松井在這個系列賽中 攪出14-8 三轟8打點的表現 理所當然成為世界大賽MVP 尤其是第六戰單場6分打點 也追平世界大賽單場最多打點的紀錄 他也寫下第一個 完全以指定打擊出賽的世界大賽MVP 至於自稱史上最有影響力的Pedro 對戰松井五個打席 全部讓對方上壘 還包括兩隻拳壘打 這下子誰是老爸很清楚了吧 不過松井生涯在例行賽 對戰Pedro只有一成4-3打擊率 也算是還了Pedro一個公道 然而現實終究要面對 松井在冬天成為自由球員 儘管有著世界大賽MVP的加持 本人也有意願留隊 但球團一直沒有積極回應之下 最後他與天使簽下一年合約 終究沒能完成生涯陽機的夢想 來到天使的第一年 松井保持兩層七四 三層六一 四層五九 WRC加126的成績 只可惜季末仍舊沒有獲得續約 2011年轉戰運動家 雖然松井在這年分別完成 每日通算2500隻安打與500紅的里程碑 然而他的身手也大幅退化 拳壘打瑞檢到只剩下12隻 攻擊效率也首度低於平均 2012年4月跟光芒簽下小聯盟合約 並且在5月底被打上大聯盟 雖然在第一場比賽就開轟 可惜只是回光返照 整機也就只打出兩發拳雷打 並且在7月被指定讓度 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 順帶一提 格吉拉生涯的最後一轟 正是由爛還是新人的台灣英雄陳偉英所贊助 也算是一樁特別的景象吧 松井是第三位富美挑戰的日本打者 也是當時POWER最好的一位 我們找到一份2003年的球探報告 當時形容他是真正的炮手 他的拳雷打不是靠日本的小球場刷出來的 而是建立在飛快的揮棒速度 絕佳的手眼協調與良好的攻擊策略 松井有強大的反向攻擊能力 對付出球很有一套 守備尚可 但不只一提 而角城更不可能是他的強項了 過去日本打者在大聯盟的印象 普遍是打擊技巧 魂雷版紀律 但長打能力不佳 即便強打者也沒幾個人能在美國打出來 偏偏松井的守備位置 又是特別著重打擊 那他的優點在哪裡呢? 首先要能適應大聯盟投手的強度 這也是普遍對日本打者的疑慮 如果說投手只要投進好球袋 就能有效壓制 那麼打者再怎麼會選球也都沒用 從Peach Value來看 松井是不怕速球的打者 這也很符合當初球探報告的敘述 因此 沒辦法用球威 那投手就會採用吉納方式來對付 像是把球投到邊角的淨雷點 而松井生涯的壞球追打率只有17.9% 放在今天 他的選球能力幾乎是直接空降聯盟第一 完全是大神級的水準 他的被三陣率也很不錯 打擊能力相當高明 最後還有一個優點比較少被注意 那就是 不論對左頭還是右頭 兩邊成績都差不多 讓他有能力成為每天上場的球員 不過他的長打優勢 在怪物如雲的大聯盟就沒這麼明顯 生涯平均每25.4打數才會打出全雷打 換算成績大約就是20-25轟左右 對照在日本曾經50轟的光景 仍舊看得出每日之間的實力差距 最後 我們拿松井的成績找個對照組 從他2003年第一次雷到美國 一直到離開陽極的這7年 可說是松井生涯巔峰的時刻 並且挑選29歲到35歲的打者 結論是 他的模板 跟他的隊友Bobby Abreu最接近 兩人都擁有很好的本類版紀律 也都是長槍打者 差別只在於Abreu的速度 比松井還要有破壞力 2013年5月5日 松井的退休典禮在東京巨蛋舉行 由他擔任開球嘉賓 現場來賓陣容超級堅強 在日本非常具有影響力的 長島茂雄擔任打者 捕手則是當時巨人總教練 袁承德 主審則是首相安倍晉三 在開完球後 松井與長島一同授班 象徵最高成就的國民榮譽賞 7月28日 在陽極那一季第55場主場比賽 舉行隱退儀式 簽下一日合約 以陽極球員的身份退休 可見松井在每日兩邊的地位 都相當驚人 非常不容易啊 退休後的松井 並沒有就此淡出職棒圈 2014年開始擔任 獨賣巨人春訓的客座教練 2015年 他接下陽極總經理的特助職位 在農場課程及巡迴 幫助小聯盟新人調整 像是現在的外野手Aaron Judge 捕手Gary Sanchez 都曾經被他指導過 目前他也還在球團繼續服務 退休後的生活依舊多采多姿 期待哥吉達能繼續用另一種方式展現他的實力 Buenas Notches 這裡是生皮C5度 我是米姑爾 為了不影響影片的流暢 介紹與什麼的就都到後面啦 總之就是非常開心能與Taka聊棒球合作 他是一名相當專業介紹日本職棒的創作者 他的頻道還有很多精彩的影片 歡迎兩邊的觀眾相互訂閱啊 是說這也是我第二次做人物制啦 雖然大家看我們平常都在做一些硬邦邦的分析 好像我們沒有什麼軟性一點的主題 你看我這不就出來了嗎 好啦不過隨著大聯盟也準備要開季 從3月13號開始有大型企劃 大聯盟開季分析也陸續會開始上架 你各位啊日息趕快給我記起來啊 好的那麼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同時還可以追蹤我們的IG帳號以及FB粉絲團 這也是生皮C5度我是米姑爾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